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倾诉 祈福 我听到这里 你把他走得走 还没得到 我对你 你把他走得走 这家这家里 这家里有什么僧异的 我却可能不想 本来是当丞相的料 结果呢 就封了个财官将军 表姬将军 你有什么资格议论韩大将军 你不就是在皇上脚下转来转去 转了十几年的一个狼管吗 韩将军 韩将军是凭七国之乱的手工之臣 那是凭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财官将军 可我并没说什么呀 听话听音 莫名其妙 卫青啊 你来作证 好了 顾总好 你就别说了 带哲纪将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 别看你们现在和我平起平坐 各领军纪一万 可我李广当上这个将军 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一场熬过来的 不像有些人靠女人的裤腰带 消极将军过犯了啊 不就是说了一句韩安国嘛 哪来那么大的气 哼 我告诉你们 有时候这鹰啊 是比那鸡飞得低 可是那鸡啊 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 幸亏皇上没集中兵力 就这态度 怎么合作 公司赫将军 末将请教一句 在大汉军队中 历来有这样论姿排辈的传统吗 是啊 军中历来崇尚功勋资历 凡不是凭军功得职者 在士兵的眼里 就好像是光着身子 没穿裤子 如此说来 那就怨不得李将军了 毕竟 他身经百战 的确是老自立啊 传令官 有 传我的将领 参与此战的南军八百计 所协庄剧 凡是与上古屯军不同的公众用品 一律不得带往前线 无论是雨林还是七门 都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 违反此令者 给我责罚 诺 将军 营外有人求见 我正在做战前准备 没时间见课 我 这个人你必须得见 她是皇上的姐姐平阳公主 大将军 你怎么来了 我们坐会儿 我哪有时间的 我马上就有出征了 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 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模假式的 你 我怎么了 送自己心爱的人出征 杀敌立功有错吗 你觉得我行吗 不是我说你行不行 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 我行 匈奴人不行 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 你还这么见外 你是我心爱的人 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 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 你上战场后 且将日日为你祝福 愿你斩将秦棋 立下战功 平安的归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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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陛下 既然已经决定了 一切顺从天意 人拿起兵器 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无非是输赢 做什么 朕已经定了 怎么做 那就要看 将军们的了 也好 没有主将干脆不设主将 朕的四名将领 让他们平起平坐 希望这一仗打下来 朝廷又有了一位新的主将 妾只希望魏卿能够平安回来 你的标准也太低了 魏卿 魏卿的剑法倒是还可以 剑术再好 也只能击败一两个对手 有什么好说的 朕期望于魏卿的 是要让他成为万人敌的大将军 朕这一次是有意把他放在了 这场战争的引发之地 上武方向 让他感受耻辱 一血还血 除了陛下 谁还能有这样的气魄 让一个出身奇奴的人 担任上将军 担当如此重大的国家责任 不试试 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 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 大战之前 朝廷上下 异常宁静 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 而刘澈此时 给所有的将领 传达的最后一道召领却是 放手去打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中文静 把左大都尉给我叫来 大柴云 汉朝军队兵分四路声势浩大 看来汉朝皇帝此事是要真打了 跪下 谁让你去血洗上谷 本汉一代约束袭远范围 你手下的人马为什么不执行 本将有个约束 可 可 那就如同让猫看着活运入睡 哪里抵挡得住诱惑 勇士们以煞红了眼 就顾不得上谷下谷了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大柴云 血洗上谷是严重的 他直接引发了汉朝皇帝此次大规模的四路讨伐 汉兄之间的关系 以此事为节将分为两节 奴才一再警告大柴云 我匈奴行动的分寸 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左大独卫所部贪图营土小利 而危及了我匈奴的大事 应该予以重罚呀 不要以为你是汉人 就处处的替汉朝说话 打就打吧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我正想多杀几个汉贼呢 大蝉鱼 国家之策不仅是军事与军事的对抗 也是国策于国策的较量 奴才为大柴云制定的基本方略 就是要力图避免激怒唤醒汉朝臣民 以免他们倾举国之力 与我匈奴做全面的军事角逐 因为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啊 他汉朝皇帝要打 我一直写着奉陪 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 就是 但是我大匈奴人何时怕过区区汉朝 这儿没你说好的份 大蝉鱼 您见过沙漠里的眼镜蛇吗 眼镜蛇每每攻击对手时 都要将自身盘紧 周身膨胀出好几倍 脑袋 在攻击对手时 常常有意不咬中对方 让对方恐惧而不摸深浅 这才是弱者最好的攻击策略 这四年来 奴才为大柴鱼苦心经营的 就是这种眼镜蛇式的对焊策略 手弱 但不争强 坚韧地守住弱者的地位 才能积累实力 但上古事件 你将这种战略打破了 大台语 他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左大都尉 不执行王庭的命令 擅自冲入上古地区 屠城抢掠 这无疑有利于汉朝皇帝 说服他的臣民 煽动起对我匈奴狂热的民族丑恨 当敌人的志气 灭我匈奴的威风 住嘴 拖出去 抽五十鞭子 哪个王八蛋 奴才担心的不是现在 而是将来 干复 怎么回事 整整一天了 匈奴人在不断的向南调动军队 听说大神于发出了总统联令 主力骑兵派我们雁北方向 听说要与汉朝人打大仗 好啊 皇上终于还手了 皇上终于还手了 您是不是打算趁轮回汉朝 不 这次皇上派我们出示大约之国 我张谦找不到绝不反馈 那您是想逃跑 我要去大约制 完成已延了十年的使命 女人和孩子是否一同带走 当然一起带走 要好 这样走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 我听商人们说 大约之好像受到乌孙国的袭击 一直往西迁徙了 我们应该继续向西 经居延湖找到通向义乌的路 从那再往西找过去 不 义乌一带四边都是沙漠 无路可通 另外 天山北边还有大约之的另一帝国乌孙 他们要知道汉士要去大约之 肯定会找麻烦 我看我们还是走天山南路 先去大约 行 也好 听商人说大约国早就有意与汉朝通商 也许会对汉士好一点 我听你的 好 去准备吧 太阳朕失望了 这个炎柱 这个武丘兽王 你说他们在朕的身边的时候 也算是才华横溢 智慧无穷 朕送他们去做太守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呢 让他们会计东军两地 百事废迟 乱七八糟 陛下息怒 炎柱武丘兽王都是辩才无碍之事 并不是地方行政制裁 让他们在陛下身边做个智囊还可以 如果让他们整治地方 去独当一面的话 我想这也是难为他们了 不行就让他们回来 别在那给朕丢脸 你回答朕 朕兵分四路 是不是有点铤而走险呢 朕头一次在军事上 中用晋世卫青和公孙敖 他们会不会也像炎柱跟五丘兽王一样 给朕弄得一团糟 是啊 你心里没底 朕何尝有敌 陛下 不过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总比用韩国强吧 为什么 陛下 此战为的就是实现您多年的战略构想 只要大胆起用新人 就一定会有收获 而且打这种仗 首先要的是将领的忠诚 打狠仗 该用浊将 是 快 慢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 从各营调一些人来 收敛掩埋这些老百姓 入土为岸吧 诺 快去 把上古本地军将都请到我营帐来 上古屯军朱将领都有些情绪 是吗 跟我离广打仗啊 一要吃好 二要睡足 睡足很重要 吃一头猪不如一叫火 吃饱睡足了 跟我去打那帮狗娘养的匈奴 父亲 这一万军纪来源不一 恐怕也解决协调问题啊 我的指挥就是协调 这些猪羊定半个将领 士兵们都是粗人 别跟他们讲道理 一是要让兵吃好睡好 二是拿起战来 身先士卒 这就是我李广多年为将的经验 懂吗 参见车敬将军 参见车敬将军 诸将免礼了 我魏卿奉皇上之命 统帅上古全部军纪 本人缺少实战经验 多多扬唱诸位了 将军客气 不过我军已经事先向四周派出珍奇 昨日抓获了一名匈奴使长 在哪儿 带起来 跪下 这是我们汉庭的将军 有话你就老老实实地说 不然就杀了你 什么这将那将 在我们匈奴人眼里 你们汉朝只有一个人 才算作将军 他说什么 他说在匈奴人眼里 汉朝只有一个人 勉强算作是将军 是谁啊 非将军李广 非将军李广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汉朝思路的所有将领 我们大蝉鱼没有不知道的 他说汉朝四路的将领 他们大蝉鱼没有不知道的 都知道 都知道 你不就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吗 其实我知道 我们大匈奴所有前线的将士都知道 他说 大匈奴全线所有的将领 都知道大将军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 知道便好 免得没名没姓的 哭了半天 还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 禀报大蝉鱼 我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大蝉鱼去世 起来 能骑马吗 哪长那么快啊 我不明白 大蝉鱼为何非用我的屁股去讨好那个汉朝的阉官 看来还是没有打服 我就是不服 好了 中航月比你我更加了解汉朝 你有气就撒到李广头上去吧 大蝉鱼我叫你来 就是要你去主打燕门的李广 真的 我还以为 这次大蝉鱼要让左大当祸左谷都侯的部队去打呢 你们三个部队一起上 四倍于敌人 争许给我吃掉李广 最好是 能给我活捉李广本人 吃掉了李广 就等于打掉了汉朝皇帝的勃勃野心 打掉了汉朝的国威士气 让他们尝尝我们大匈奴的利害 从此袒虎色变 我明白 不过 不过什么 那汉朝其他几路队伍怎么办 这你别管 我自有安排 说实话 这几路无名鼠辈 汉朝皇帝的裙带枕头 还尚不了我大匈奴的政袭 我明白 王子金秘帝 我在 你监护左大都尉的部队作战 遵命 大蝉鱼 让小王爷来自然治好 只是当日于丹王子随我作战 以不幸牺牲 我的内疚之心一直尚未平息 这次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的安全 让小王爷与军事同战 是大蝉于我给你左大都尉的特殊荣誉 激励你与汉朝人浴血一拼 至于王子的安全 自有昆仑神护应 你不用过滤 左大都尉不必召开我 我早想率我匈奴最彪悍的军旅奋身而战 还请左大都尉给我这个荣誉 受战 受战开始 王子所在军旅 是我大匈奴的精锐 特受王骑 请左大都尉 正护 跟着我大慕之王 众王之王的伟大蝉鱼 我大匈奴无枉而不胜 昆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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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这次你们一定要把李广给我吃掉 他要是变成了秦鸟飞上了天 昆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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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变成泥袖 钻入地下 你们就要变成焊塔 把他给我揪出来 昆仑神 他要是变成了鱼 潜入了深水 你们就要变成网 把他一网打尽 昆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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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快点 将军 直跑力广方向 攻四号方向 军有恶战 知道了 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 因为凶奴没把我魏清当回事了 我军越过长城一远 是不是应修正一下 派出甄勤 暂时不用 朕周边没有敌军 我们要以快之慢 跟上 快点 快跟上 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这儿 这一片呢 是片沼泽了 必须避开这里 向导说 这儿有一口天水井 我们可以在那儿修整 传令快 飞舰在 传令前锋 沿途尽量避开敌小谷部队的骚扰 全军快速插向龙城 闹 原来将军此送我标是匈奴人的胜地龙城 龙城离这里至少还有二三百里呢 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动身 又让匈奴知道 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 乌军深入 将军此举非常大胆 这是皇上的意图 是第一次打击 怎么 你害怕了 不不不 末将敬佩皇上与将军的远略 将军请看 我南军八百票计锐起逼人 而将军亲自坐先锋打头阵 伤苦驻军 无不孤 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 闭会所向一迷 争取到龙城吃午饭 撤 跟上 报 大臣于 汉军公孙澳部 已被带军方向的左贤王击溃 汉军死伤七千余人 公孙澳部逃回汉境 启禀大残于 汉军云中方向 公孙鹤一步 越过长城后 未敢深入我境 未遇我军主力 现已远路退回 行了 本残于只关心对李广的作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禅云 黎广所不被我大军合围 经恶战 黎广本人已被活捉 再说一遍 大禅云 我听活捉的黎广正在押往这里的途中 王子让本官先行报捷 昆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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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喂点水 调弹弹伤 流了不少血 腹伤的人不能多喝水 飞将军 我早听说过你 所有的匈奴人都知道你 我们匈奴人最崇拜英雄 哪怕是自己的敌人 可算抓到你了 王子 跟着受伤的狼虎 没什么道理可讲 我看他不行了 不 我得跟他说话 我听说快死的人 得使劲喊他 要不就回不来了 那你喊他吧 看看能不能答应你 喂 飞将军 李广 韩朝人 瞧 他听懂了 眼睛还在动呢 成年 注意 小心 小心 推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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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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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带伤逃脱 是因为我的疏忽 请大蝉云按军规处罚 金秘帝 哥哥再次告诉你 不要跟汉朝人讲你那颗仁慈之心 他们是草原上的狐狸 充满了狡猾 他们精通于法术诈吏 你稍不留意就会上他们的当 秘帝 知罪 不管怎么说 这李广也曾被我俘虏 虽然半路侥幸逃脱 但是他也尝到了我大匈奴的军威冰封 让他跑吧 让他带着失败的消息和被俘虏 回去见他的皇帝 按照汉朝的军法 汉朝的皇帝会替我们杀了他 随便珠 Nous avons un services dimanche la mosaic di comme x 2 pro 任何处 viens oxe come me los 有什么新消息 大柴玉 龙城兄弟失守了 龙城 谁敢袭击我的龙城 是魏清所拨 承许而去 那里本汉也留了几千手兵啊 魏清的是多少人 一万骑兵吗 这一败非同小可 你们看看 从上谷到龙城有多远 整整的四百里 往返就是八百里 汉军的万余骑兵 在我大匈奴境内纵横八百里 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 这意味着什么 说 给我记住 魏清这个名字 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小舅子 听说仗打得不好 但皇上并没生气 你们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 只有魏清立了宫 他从哪儿来真英俊 那边那个小伙子是谁啊 他是魏清的外甥 这孩子在乡下呀 天天打架 闹事 姐姐管不了 我就把他接到宫里来了 这孩子倒是很爱读书 听说皇上很喜欢他 说他马骑得特别好 可不是嘛 从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的 他还陪皇上练剑呢 是啊 行了行了 让魏娘娘歇息了 就是的 这些妇人也不等着军事 就知道凤城 去兵啊 你舅舅这次立了宫 你说 你舅舅真的那么能吗 皇上早就说舅舅能行 舅舅真就是行 皇上真这么跟你说的 皇上说舅舅这个人像周伯 厚重少闻 但是笨人打巧杖 皇上说 这次四路大军 哪怕三路都打光了 只要魏清这一路能赢 就是最大的胜利 皇上说 这一仗就是让舅舅练兵 倒还真是这样啊 要是没有皇上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用舅舅担当这样的重任 嗯 启禀娘娘 皇上要在这儿举行家宴 奴才特地前来准备 家宴 宴请谁啊 官内侯啊 谁是官内侯 为了表彰魏清的功勋 皇上以册封魏将军为官内侯啊 嗯 那公公 您知不知道 其余将领 皇上是怎么处置的 公孙敖 李广两位将军 损兵折将 大败而归 按律应该论斩 皇上 倒也没有大动肝火 只是交给廷尉了 嘿 我明白了 此次势力 两位公孙将军 错就错在 手术带兔上 关键的错 是错在战术上 此次我军 虽用骑兵作战 可骑兵缺少经验 作战能力也有限 因此 就无法发挥我们骑兵 在速度和打击力度上的作用 这样作战 就是骑着马 也是白白送死 哎 你小的说法 跟皇上说的倒也差不多 我说皇上怎么喜欢你呢 感情 你能猜他的心思 你们说的都是战斗过程 朕不想听过程 朕今天只想听听收获 公孙好 你有收获吗 朕今天 臣最当初 百军之将 无言面对陛下 不敢妄言教训 是啊 你倒是大手大脚的 一次出兵就损了骑兵七千 还不错 还给朕带回了三千 怎么不是收获啊 摔个跟头还得买个明白呢 七千将士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送出去了 你对得起他们的英灵吗 要说收获 臣以为 我军骑士的战术 还是大大逊色于匈奴 此为教训之一 你这话怎么讲 此次马关之战 我军虽然已不使用旧式战车 使用了骑兵 但是战法生疏 兵士们的骑射水平很差 近战刀法单一 完全是一群 骑在马上的步兵 你是说 虽然使用了骑兵 但是没有适用于骑兵的战术 是的 贵卿 回去写个折子报上来 臣领旨 公孙敖所说的就是收获 公孙敖将军 你倒是不错呀 去也轻松回也轻松 骂个不输不赢 你跟朕说说你有什么收获呀 羽将无功而返 有愧朝廷 是啊 完全不知道雄奴人的位置 混混然茫茫然 羽将对陛下的战略领会不深 因而不敢孤军独自身入 入境后 没有找到敌人 有点不知所措 卫青 你要好好继续 匈奴人历来重视战前侦察 马义之为我汉军已经领教过一回 事不过三 要设法让匈奴人做笼子 做瞎子 臣领旨 陛下 心里似刀脚啊 无法面对抗战 对皇上 愧对朝廷 那朕就替你说说收获吧 匈奴人总是以李将军为我汉军的精锐 可李将军自己不要被包袱 要手弱 天下 虚怀弱骨 懂吗 这地面上最柔弱者为水 碰到一点微小的阻碍 就会改变其形状跟方向 放在圆的城汽里则圆 放在方的城汽里则方 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 一旦形成洪水 则再大的岩石都难以阻挡 不要总是以硬碰硬 望李将军谨记 韩燕 臣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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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